天堂游记 修成方法 拜会原始天尊玉清圣境 除非得到上圣高真 不然凡人集中下界神灵是难以进来的 因为玉须乃大道源泉 道气无量无尽 强烈难敌 你乃凡人 虽有道理 但仍然炉火未清 故要道无极圣境 时有所阻碍 我自毅力丹丸 快服下 已助道工 天尊 无极混缘一气 就是九六元灵本来面目 然痴迷众生不知回头 回光返照 看清自己 却是每日每时注意他人之美丑 心神向外 故虽无极先天大道源泉 今日无畏扬善声授记 要你守住本心 本性 本灵 如此专注于私 抱缘手衣 自可阴阴萌芽 重述生果 修到无何困难 谨记无意言约 多问自己 少管他人 如此修之 保证能长大成人 成仙 成佛 三界者 无色界 色界 欲界也 要超出三界者 乃大罗金仙 大成至圣 大教如来佛之境界也 大道修持 如智无色界 以真无极上乘 为最高峰境界 然为不受 虚空束缚 如人挂金链淤井 虽无遮面 仍有所挂爱 故在上超 似无顶之屋 可以圆通自如 毫无边际 无圆圈之阻碍 此未知超出三界 世人甚多误传其理 以为佛 时可脱离三界 不知无极先圣 以在三界之外 故晶云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无色相 极为无极也 但为脱身自由 故去今生 上生无无色界 无无极界 为之涅槃究竟也 天下众生 皆是九六元灵 故不论皈依何教 手必去直破相 灭去毁谤他教之心 不起分别 愿增 否则其心有物 虽有功德 心中不空 如土所示 半阴半阳 仅知太极色界果位 未能再超生 无色界道果也 惜能闻无说法 速速改过 舍其直向 否则一生白满苦修 斗法不修 中度阿修罗地也 天尊 世人修道有学佛 学儒 学道 学耶 学回 千门百教 皆称独一五二 至高至上 然不至高尚 是至何种境界 道本无名 强名曰道 故道以圆圈代表 故得道者 其头上必有光 即是圆灵之光 圆灵若黯然失色 未知残灵 获曰众生 此灵仍是轮回种子 若圆灵生光 则种子无涯 轮回路段 灵重返本还原 而归本来之地 故太上无疾混缘真经云 凡外具有形 有智之体者 其内著有色 有相之记者 和还本返原 均眉为乌有 先佛圣真 即是修至还原之境 故之修道 不必强分门户 外形是假 内心方针 行行出状元 认理真修 即是真道 人得亦为圣 医者 原始一弃也 经者摇持尽母奉命收缘 然天下众生甚多 不究真理 所谓收缘者 就是收复自己心灵 得性 使之圆满无缺 故圆光人人必修 家家可修 教教当修 收回成品 再缴回原始 本来之灵库 道德经约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此两者同处而亦名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 金母为五老之一 乃九六元灵之母 但有名为母 无名为道 故金母收缘 元灵归于母体之后 再经三清净化 将元灵洗净 混圆一体 如此才算收缘圆满 金仙 杨善生你来得正好 你身负非凡的天职 普度众生 筑成一本非凡的天堂游记 我也趁这个机会 向众生说法 我在凡尘 本来是一位商人 俗姓瞻 从小对先佛就有崇高敬意 喜欢阅读三教经典善书 后来又有人引进 拜师学道 蒙师授记点画米金 一时顿悟生死之门 却越兴奋异常 从此对人生有更超然的看法 发心度重 印证各种经典善书 继贫解困等事 尽力行之 此及及外功 有一天 我研读清净经中 虽明得道 实无所得 知据实 豁然开悟 五六年来 积聚心中的执着 突然解开 以前我执迷 我已得道 心中虽有一种 莫名的喜悦与依赖感 深信离世后 一定有一个去处 可是一切还在摸索中 自研读道 虽明得道 实无所得时 我反复自问 我得了什么道 两手依然空空 我何有所得 为话众生 名为得道 道是大自然的真理 森罗万象 巨富道性 我领悟每一现象界 给人们的启示 我看透了这一切 而这句假身的特殊记号 神秘咒语 结出手印等有形的道 并非真道 这一切都是归于一心的应用 那么我可以忘记这一切 任由我心性的自由 去与宇宙万物合一 那时的我 全身都是佛际 双手万能 出口每句话 即是神与灵咒 有助于自己 更易于众生 有病的人 听了我的话 病会好 外界先佛闻了我的声 都来感应 故得到只是一种名词 众生愚痴 你如没有一个名相给他 他反而无从修起 渡海用舟至彼岸 则当弃舟 不可吃而不放 固执不通 我自从了悟这些真理以后 一方面自己去实践 另一面向有缘众生宣说 凡有演艺经典 均以此理数之 当时幸福的人很多 但一些执着的前辈 却长加反驳 认为我违背传统与佛规 可是我认为他们幸运 脱开俗套束缚 却被宗教枷锁拴住身心 无法求得解脱 当年五祖黄梅向六祖会能说法 说至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而大悟 我无时无刻不再自我反省 将心中所悟过炉再澄清 达到清净经所说 如此清净 渐入真道 进入真道 唯得道 也就是说 修道者 要能进入真道理喻 又能走出真道理喻 不受道的包袱拘束 那么才是真正的得道者 一生中 我以这种觉悟启发自信 抬通心眼 但这像当年六祖会能说迹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即神秀说迹 深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世 物时惹尘埃 一样 这三句寄语 一说无 空 一说有 色 凡人若知其一皆非 因物至空中极妙有 有无本一 色空不二 如此不止两端 是为中道 为首中道 时可左右 不被左右影响中道 心 所以东华宫这些圆灵花树 即是菩提树 虽有它的存在 但这如电影 看虽有 触摸则无 这又成光身 隐身 法身 如光与风 令人无法触摸 但却有一股巨大力量 我去世前 极绝得真 我即将离开假我 好像从身上脱掉衣服一样 就衣服丢弃后 我的心灵比以前更加活泼自在 因为没有笨重衣服裹身 反而无债意深清 大自然的壮丽风光呈现于眼前 一个发光身子飘飘经过南天门 九阳关等关卡的侧眼 道光照明胜路 使我看清方向 拐弯抹角的技术也优良 在任何情况 环境 下 都能够掌握方向盘 自然道 路 头就很顺利地通过了 金仙 这种境界 你已已经得知 只是深藏不漏而已 修道是要再求得心性解脱 灵性的愉悦 当然修道的过程 要受到层层磨难考验 考验就是一种训练 并非上天有意跟我们过不去 加以阻扰 要成为金刚不坏身 无极万能体 没有试炼锤打 是不能成气的 顾云 不经一番寒彻骨 烟得梅花扑鼻香 顾越冷越香 欲炼欲刚 在东华宫就是要修满武器中的氢气 武器朝圆就能使自己倒立加强 向马力旋转速度增加 以便在千变万化的三千大千世界来去自如 在东华人天目宫主持其事 到处充满阴云清气 只要在这里静坐调息 自然四周灵体布满东华灵气 待灵气充满之后 就可上升三清境界了 扬升 上天对人的考验 是人自照 还是天赐呢 帝君 上升天堂的先佛 需经过考验 在形色上有九色才气 主要还是在试炼他们的心性 有个自我主宰 不必外物引诱 所以星光欲强 这些外源对他产生冲击力越小 如坚固房屋 风雨对他没有一点损害 上天给他一个考验机会 用意在巩固他的灵体 所以在五老天 三清天 混圆一气和灵之后 在活泼的粪灵 生活于任何一天中 都能不变心智 那么他们才是真正成道 顾云 闹是练道课 陈霄是修人 这是含有智力的 先佛圣真需经过磨练 正是上天 要给他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唯有自身 具有抵抗力量 才不知被外力侵犯 所以磨讨就是佛事 是天赐也是人造 总之 上天保护每个灵体 使他们来去无损安康 所以才如此教育 训练他们 因众生本为一体 故上苍的磁怀是无限的 修道就是用你本身力量 去炼度自己 如此精进道理 如何考炼 耐得百度不伤 再进一度 不断投于试炼 会使本身耐热能力进步 故有未成道者 入火不焚 入水不腻 不就是这个功夫吗 人不能超脱气数 自然就被气数所拘 这就是凡夫 寒灵的天气 有者全身皮球毛衣 仍觉寒冷 有者一见单一 无畏寒流 同为人身 体能强弱不一 感受自然有别 所以世人要如何突破事情 假景之阻碍 及人生复杂 千禅困扰 那就是修道功夫 今日你来南华宫 我将为世人说法 以便众生都能突破迷惘 得以适应南华火气环境 这都是修道者切身问题 普渡园林 姚池劳母主持 观音普渡 观圣柱之 观圣帝君之园林 系我活老所化 所以又说为 紫微宫内诸一神 生而面红心赤 性烈如火 正气凛然 一搏云天 行权无常 仁义理智信 为众生修道之标榜 不论在家 出家 为此无常 即是离经叛道 终堕恶道 道统将士 鸾塘产教 观圣主掌普渡事宜 待我渡回元陵 以完无老之任务 故鸾塘今日应运而兴 乃是天运便然 观圣禀南方 火老赤气 坐于六月火热之天 幸烈勇猛 过关斩将 升天之后 位居南天火味 因普渡众生 功德盖世 盈满亿万 历节化世 元陵不昧 故尊曰 玄陵高上帝 又曰 普渡元陵仁义古佛 世道阴气赤圣 若无观圣火烈纯阳之气 给予化解 恐众生堕落魔道 无法超生 在此末法之时 众先佛法力 各教分杂不齐 有赖观圣不化正气 浮卵产教 以为道统之不灭 故希望天下苍生 修道学佛 因前奉观圣 已突破此时 阴谋分散之障碍 作为护道 成真 切记 扬生 好的 感觉周围一股暖流直射而来 高真们正全神贯注 在做自我训练 他们浑身发光 气势非凡 好像一个光人一般 清新透明 羡慕不已 这位高真 您是出家人吗 身穿袈裟 头部光圆 衣服 法相庄严 请问您如何修成这种境界呢 圣佛 扬善生 您来得正好 这是一大因缘 令天下众生得福 别人不见正法掩藏 您却金经藏株 得时本来面目 老僧在此先祝贺一生 天堂游记足可阔金刚经 般若新经 可以说是佛经正典的写实 由佛法演绎入新境界 可谓末法之事 得一本正典 愿我佛门同修 摒弃我相 顿悟入门 以得正道 我十五岁归依佛门 法明禅医 开始学佛修道 清晨五点起床 打扫寺院内外环境 从扫除外面脏乱做起 进而学自看经 见次进入打扫内心脏乱 并由诗指导禅作 岁月如水 转眼到了萨岁 三藏佛典 苦读成月 已有心得 对我佛遗训 领略至深 一日 在禅定中 忽然看见三棵水果树 橘子 杨桃 芒果 长满了果实 每粒都成黄薯 并发出光芒 突然一粒粒落地 正是瓜熟地落 此时三棵果树枝叶摇晃不已 并一口同声说道 我们轻松了 不再挂碍 拖累 一会儿树叶全部脱落 又听到三棵果树一同欢呼道 现在午夜 夜 亦身轻 不必日夜负担了 醒来之后 恍然大悟 从此 对悟道修行功夫 更加积极 对经典领悟 也较以钱为素 且见地更深 此三棵杨桃 橘子 芒果树可以比喻做如世道三教 它们各生长在同一块土地 虽然枝叶大小不一 但它们的共同愿望是开花结果 以供给众生使用 这种既是利人精神 正是圣贤的化身 所以我们当即与同等的尊崇敬意 在瓜熟地落之后 有落叶归根 回复道本来面目 正欲异异修道人不可固执 不可平忘 该气极气 一切事物 顺其自然 挂碍足以令人烦恼 神昏 使心性 无法开朗 如长期煎熬 不能放下这副担子 沉重的脚步 要迈上遥远的极乐世界 是费时而缓慢的 所以当你卸下重担 觉得愉悦舒畅无比 再下一步 即是极容世界的境遇 在一生航道过程中 我秉持这个原则 广度众生 对各教信徒同等尊重 鼓励他们从各自信仰宗教 去寻找精髓及真理 所在 他们各随几元皈依 越到修身 各有成就 更是我如一位慈父圣师 不轻视他人 自己才会被重视 这是我体悟佛法真谛 在度化诸有情识 随缘诗教 也是今天我有此成就的原因 并受诸摩考历练而屹立不倒 今天才能爬到五老天 在此修炼更深的佛法 佛法传灯赖此火光 我献证受金刚火炼考验 自我的炼度 正是成器的铁证 凡生活至七十而灭 性灵飞升天堂极乐 感谢众生给我的机缘 他们正是我修成佛果的助力 没有他们 和有我 重视众生 就是抬高自己 希望佛门修道者 都献出你们的如来心吧 祭佛 禅一大师 您真正体悟到佛陀教训 所以有今日成果 恭贺之 大师 客气 活佛的行止更是超然物外 今日又赴普度众生重任 老累了 这位高真 容颜此祥 全身光气四射 来历不凡 请问您如何修成这份道果呢 今仙 我没有什么道横 只是行善不失不求名 不求报而已 想不到在凡尘的善行 使我灵性的升华 进入这无极的境界 我在事时以贩卖杂货为生 价格公道 待人和善亲切 童所无欺 所以生意蒸蒸日上 赚了不少钱财 因幸喜先佛 常至妙似参相朝圣 凡破妙就似翻修 竟欢喜不失助之 与穷困贫民 怜悯失财解困 把佛经 善书翻印赠送 善事立为 修身特己道德 施舍不求名 不图报 欢心而坐 欣喜去行 认为天赐我有这些钱财 就是要夹我的手去转送给别人 并非要我独享私用 因此事财如粪土 尽力施舍需要的人 一生行道五二心 诸多侮辱加来 我心不愿 是寿八十二 一点真灵 飘然上天堂 历经各科考验 今日至南华宫深造 接近还原境界 既以天下众生 修道不要贪图名位 自己修多少 心里有夫 何必显阳暴露 以破道果呢 阳生 不求名相的不失 所得到的果位 也就超出气象 达到无极理天境界 足正开什么花 就结什么果 人没有侥幸地成功 也没有侥幸地得到 阳生 老母道出慈悲法言后 池中莲花一阵摇动 好像向摇池主人表示会议 由花中发出清脆温柔声音道 我活在污秽的红尘淤泥中 虽然满池污水 但是我怀抱住一颗素心 咬紧牙根 稳立脚步 不因环境恶劣而退却 踏在污泥 试验柱道根 过着淡泊如水 轻飘如风的生活 但已感觉心满意足 脚步虽然踏在红尘地上 但是 我的首页 心花却浮在水面 朝向光明 人们 你们活在舞着世界 踩着潜伏沉道 一颗原有良心 是否被污染 被铜化了 红尘埋没多少缩脖的游客 几人尚能保持着素心 清白 我的脚跟沉在污泥中 净化着细菌 化为我生命的养分 洗净的莲藕 露出了清白的脚跟 你能相信我在沉不染沉吗 人类的沉沦堕落 无法自拔 尽在污水泥泞的人 久而腐烂不堪 可见你们的倒立微薄 没有抵抗力 受不了情欲的腐蚀 虚伪脆弱的人性 不堪一击 终致败坏 衰落 灭亡 愿世人立于沉静 怀抱素心 开着洁白的心花 不像光明的前程 在摇池里 我拥有一座清高的果位 愿世人学习我的榜样 不要被尘土埋藏了 你的生命 莲花说完了话 摇动花叶 身躯 向老母行礼 又归于宁静 想不到莲花公主 竟然说出这么好的妙法 真是口吐金莲 自叹不如 老母 莲花就是神圣的化身 代表清高洁白的灵性 所以仙佛们都乘坐莲台 以取得莲味为荣 愿世人当学习她的精神 彻悟莲花寄予 修成一座九品莲台 我在向金鱼点画叫她说法 金鱼 金鱼 充满活泼光彩的身躯 生活在鱼缸里 伴着人们游戏 你看多了世人 一定有许多话 让世人明知 张开你的金口 吐出一些猪欲吧 杨生 老母说法之后 一群金鱼跃出水面 好像兴奋下矣 一口同声说 我与莲花为友 一起活在池塘之中 好动的我 整日游荡 快乐无边 莲子却害羞地不敢随意走动 她怕越陷越深 可是 好景不长 主人把我网了上来 提到街上任人欣赏 儿童们看我可爱 围观欺舞住我 客人一喜欢 主人就把我卖掉了 从广阔池塘 迁居到小水缸里 从此 生活在小天地之中 我也任命度过一生 不过 我却成了人类的监察神 他们一举一动 接在我双眼中 习惯了这种生活 也就不怪谁了 当人们心情烦闷时 都依偎在我的身边 以此颜月色的眼光 向我注视 心想 这些金鱼虽生活在小缸里 但无忧无仇 逍遥自在 不愁吃穿 一红清水 一件绚丽外衣 静不烂 更加光彩 胜过生活在大地人们 住有高楼大厦 却心烦意闷 你看 一件华丽的俗衣 经过几次水洗 就褪色变质 不复往日光辉 我爱这件 与生俱来的天然金衣裳 我不炫耀自己 但却讨人喜爱 一件足用一生 耐穿耐磨 只要以水洗桌 清鲜如新 那沉衣用尽了 洗衣粉 漂白粉 人无法洗去污秽的一身 世人争鸣夺利 私怨不休 所以惹人讨厌 我安守本分 一杯白开水 一点清风 以感知足 我若打破沙缸 不是自取灭亡吗 我的生命只在水中 你们的生命在路上 你若离开生命大道 也将贫邻黑暗的死亡 愿世人多献出你的优点 那么就会向我令人欣赏了 金鱼说完了话 又跃出水面 点头做理而退 听完了这二位奇真的说法 觉得万物都具有惠敏的灵性 不逊于人类 这一场法会真是有趣 杨生 请问这位仙子 您是如何修成正果呢 仙姑 我生前学习采缝 学成之后 自己开业 有有人引进拜师学道 并倾投如素 一方面从事工作赚钱 一面修身误导 半盛半凡 欲有顾客 给予劝话 并读他们求到修得 如看见贫困 吉布施记住 二十五岁结婚 夫君亦是虔诚在家修道军事 夫妇同修 有过互相劝勉 自觉天思圣德无能为报 得有之心道理 自觉圣为满足 生有 二男一女 君能认真求学读书 遵守道德 敦品力行 一生行善不倦 度人无数 至六十二岁 无疾而终 一点真灵 飘至无疾摇齿 受老母家封为 敬月仙姑 逍遥无尽 我夫君亦在去年归先 现正在东华关修炼 君得到很高果位 希望世人修道 不但内修自己德行 外功更为重要 如逢有困苦遭难之人 当寄予同情心 多予关怀帮助 这些法子内心的慈悲 功德甚大 无德中难成道 修道过程中 更不可功高骄傲 自以为满足 当多听前嫌及道友们教义 如欲各教修士 须以同道立场尊敬之 不可妄加轻视 毁谤 这些不是培养内德的功夫 有人一面修道 夺众 可是一方面却瞧不起其他宗教修士 兴奋彼此 兴起愿增 对内功之损害之具 现代的修道者 往往忽视词典 制造成道果不圆 因上驻尘世 肉眼不明 道业而不知 盼听我的话之后 速速改过 在道业成绩上 才不会记上缺点 切记 扬声 听了他们的说法 感觉到修道并没有侥幸的 每一人在修道的过程 都历尽了沧桑 或遭受到各种打击 才能成功 而且平时在为人处事上 需要做到尽善尽美 对宗教门户上 更不能存有芥蒂 互相排斥 在灵界 我看先佛们的相处都很融合 相信为父有包容心 及抛弃私见的人 才能升华到灵界逍遥 否则灵界的灵团 会产生剧烈火爆场面 圣界将没有一片净土 据我所见 凡是能够在灵界往来的圣灵 他们虽然各具有自己的宗教意识 可是在他们的物境上 都能达到万物与我一体 并能超出物外的见解 才能够生存在无极的境界 反之 他们的灵体移到这种无我境界 既关于生前的我值 自然被排斥在无极圈外 无法进入真空无极清境界内的 阳儿说的是 大地众生皆赤子 各教护工 自愿堕落莫可挽救 在文字教义上或许各教略有不同 但他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深愿众生各取自心 自问 自修 自成 无极理 天是迎接道高无极 物质无生无色无相境界的修道者 如不能扫三心 非四象 绝难政治最高果位 九品连台地位 如羊儿今日所见 他们均是和蔼可轻的一群 以打破欲界 色界 无色界的阶遇 所以他们能够造就突出非凡的果位 世人物多少 修多少 救得多少 所以愿世人认理归真 同心同德 为挽回人类结韵 重造大众幸福 以道德为依规 以祥和为目的 修身养性 以尽无极咬迟 共续天伦吧 道长 杨奸杨善生来访 真是奇缘 修道的方法很多 谈到我的修道过程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 我在世时拥有巨富 但我却轻财重道 不愿做个钱财努力 所以每一地方灾变 或闻贫困需要救济 均倾囊相助 对地方建设 教育英才所需土地金钱 均慷慨捐献 所以有大善人挤散 善 才先支撑 万年并持斋修道 讲经说法 夺人向善 做一封义俗慈善工作 因我一生对人慈善为怀 所以被我感化着甚多 七十八岁别世 功果圆满 来至五老天在修炼 现在于水晶宫内培养元神 一致元光阶段 我生前若贪图这些才是 作为奢华淫恶的话 相信今天正在黄泉挣扎 以道习满身的污秽 怎能在此逍遥无边 所以自觉很幸运 能够不被财迷乾坤 为人如能遵守一个公字 处处替别人助想 则先佛们亦在替你助想 想争取你的到来 如今我能在此地 无忧无仇 都是当初一点济世之心的造就 希望世人挤甲修真 默认甲为真 以免永远在假想的地狱中自讨苦吃 杨生 感谢您的说法 能抛开私欲的人 才能得到这种大公无私的喜悦 上天真是公平 这些鱼虾水族 在这里畅游嬉戏 不知他们的道行如何呢 我说完了这话 一只大虾突然张开口说话了 你别小看我们水中兄弟姊妹 我们今天能够到这里来 也都是有一段非凡历史 你静静听吧 鱼虾水族 是弱肉强食的生物 但我们一生紧吸取海河之水 及植物海苔 绝无侵蚀其他的伙伴 上体上天好生之德 下体同类之情 如此清白 度过一生 所以今天能到这里来 我们虽名为鱼虾水族 但我的心与先佛无异 所以我们不久将脱壳幻化人身 再献出法相 与其他高真无异 这里的高真 许多都是我们变化而来的 只要修炼期满 功夫成熟 一跳就脱壳了 世人也是居住在一具甲壳之中 希望你们不要备住人体 行住禽兽不如的勾当 否则你们脱壳之后 只好在负于禽兽身上 轮回转世了 祭佛 这些鱼虾水族的道横 不逊于人类 他们还牺牲了生命养活着人们 所以不必经过四生回魂府 人是否也在弱肉强食 以大吃小呢 但愿听了瞎有的说法 不要老是想吃人 想占便宜了 因时刻不早 北华圣经宣泄使世人知道的地方 就此告一段落 愿是人体会这些启示 切莫辜负了自己拥有人身 感谢帝君费神提携爱图扬生 就此告辞 请不吝点赞看 感谢观看